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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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讲大故宫必讲外戚 什么叫外戚啊 慈海有个解释 说特指帝王的母族和妻族 史记有外戚世家 汉书有外戚传 可见自古都重视外戚 明史有外戚传 但是清诗稿没有外戚传 只有外戚表 好 明朝的后妻 明朝的后妻 来自贵族也来自明街 明街 由于淑女生到妻 甚至生到皇后 加利桑就成了外戚传 清朝不是 清朝从秀女来自选 所以清朝的后皇后 都是满洲八戚 蒙古八戚 以汉君八戚家的女子 没有民女 就是非其人民人的女子 没有做皇后的 所以清诗稿没有外戚传 外戚着是皇帝啊 着是皇帝后妃的岳父母啊 大舅子小舅子啊 着是外家的这些亲戚 这些亲戚在中国皇朝历史上 就秦始皇以后 有皇帝的历史上 2132年皇朝历史上 曾经有过多次外戚之祸 譬如说汉朝 汉高祖刘邦的夫人就是吕后 刘邦死了之后 他的儿子惠帝继位 但是吕后专权 吕后专权以后报复谁呢 先报复刘邦时候 宠爱那个契夫人 吕后怎么报复啊 汉书后非传说 求契夫人 昆前一者一令冲 先把他囚禁起来 昆就是说文的解释啊 就是剃发也把头发剃了 女的要把头发剃了是个很大事情 还有钱 钱的解释呢就是一个铁环 一个刑具套脖子 一者一穿的囚犯的衣服 还要劳动改造 令聪明 他是一个漂亮年轻的妃子 哪瘦了这个 大致不满意 发牢骚 他说 子为王母为鲁 终日冲伯木 常遇死为武 我儿子是王啊 刘邦的儿子嘛 是王啊 母亲是鲁啊 母亲面前是囚犯啊 天天在冲啊 从早到晚上 日语死为武 我和死亡为我 不知道什么日语死 这也要失去牢骚话 这话 吕后知道了 吕后知道了 以后就发怒了 对这个契夫人呢 怎么办 诗书记载啊 断契夫人手足 手和脚砍掉 去眼熏耳 把两个眼睛挖了 让你看不见 还给你熏耳 两个耳都给你熏隆了 还没完 饮阴药 饮一种药 让你嗓子哑了 说不出话了 始至居中 明月人至 两只手两个脚给动 眼睛挖了是虾 耳都熏了是龙 嗓子哑了 又龙又虾又哑 又断手又断毒 我残暴了 我就说 刘邦这个吕后 没有朱元璋 那个马后 那个哑量和心怀 不但是 还把他的儿子给杀了 把这个契夫的儿子给杀了 吕后的儿子 看不过去 他妈妈做了 又没办法 就生活放荡 七年而死 就七年就死了 那么吕后用谁啊 就用朱吕的这个力量 娘家的力量 兄弟啊 侄子娘家的力量 就出现了外戚专权 但是刘邦临死之前有一句话呀 非刘氏王者 天下共鸡之 这时候刘邦在位说 太尉 朱伯 丞相 陈平等等 就带领一批人 发动这次宫廷政变 把朱吕抓起来 那也很厉害啊 抓手怎么办 史书说 西部朱吕男女 吴少长接展之 把吕后娘家的男女全抓起来 少长不管全杀 这是著名的 汉朝初期的外戚之祸 最后就没结果 唐朝外戚之祸也很厉害 下面我说唐朝 唐朝最著名的就是武则天了 武则天用娘家的外戚啊 后来发动一个大的便宜 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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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我不做评论了啊 但是他有些话说的太 值得思考了 我就列举这三句话 第一句话 绝位富贵 朕所余也 你们的官啊 你们的富贵啊 都是我给你们的 你们听我不听我的 第二句话说 天下安逸 朕所养也 天下老百姓你安居落叶过了很好 都说我养的你啊 你本末倒置了 天下养的你啊 怎么会是你养天下 第三句话 不利于朕 朕能录之 朕可以杀了你 典型的封建集权力这种专制 他要取得实际权力 就用他的武家的人 引起一个大的宫廷的变乱 结果是个什么情况呢 结果是外戚武家 就遭到历史的报复 坐棺铺师平起缝木 把棺材给披了 坟挖了棺材披了 铺师援也 最后武家他的这么一个结局 我当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汉 一个是唐 明初朱元璋建立明朝 他要考虑了外戚怎么办 怎么抑制外戚的力量 不让他们掌控军国大权 免得重演汉唐外戚之后 所以明朝就对外戚的权力 加了种种的限制 明时外戚传说 明太族立国加法言 史臣称后非聚功中 不遇一发之正 那么外戚呢也比较说法 什么叫不干预一发之正呢 像一个头发丝那 那么政治的事情 你后宫也不要干预 为了什么 就为了避免外戚之祸 所以明朝有名一代 基本上没有外戚之祸 清朝对外戚也结束了明朝的历史经验 有一些外戚罢户的事情 他们前期 总体来说没有酿成外戚之祸 所以明清两代 基本没有外戚之祸 酒鬼酒富玉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明朝虽然尽力度学外戚势力 但明朝也出现许多可歌可泣的外戚故事 崇祯皇帝的摩天影 面对国破家王毅然迅活 同写一曲壮烈飞鸽 汉唐使的外戚干政给后人醒醒 明清两朝以史为鉴 尽力度决外戚之祸 但外戚毕竟是皇亲国戚 亲情是人间割不断的牵挂 他们有皇帝的庇护 荣华富贵自不必说 而他们的言行也代表着皇帝的怜念 于是有人严格自律 也有人鸡犬升天 更有人书写一段慷慨殉活的悲歌 那么外戚是不是都那么守法的呢 有的守法有的也不守法 下面我分的讲 二 明公外戚 明公他有外戚传 故事很多我就选两家 一个是外戚周家 一个是外戚刘家 选着两家来看看明朝的外戚 先说外戚周家 外戚周家是谁家呢 就是明英宗 他的妃子周妃 是被惊人 朱元长有规定啊 你这外戚你不能干预军政啊 但是历史有个特殊情况 大家知道明英宗搞了一个复辟 复辟你靠谁的力量啊 他前头是景太帝啊 他没有力量 他就其中就用了外戚的力量 外戚是谁呢 就是他周妃的父亲叫周能 明英宗政变成功了 那对功臣叫封啊 就封了周能给他实权了 周能死了以后 他这个权力由谁继承呢 是周能的儿子 叫周寿继承 完了这个是周师 后来又做了太后了 所以周家的 就外戚的事就比较大了 周寿跟他们的家 仪仗外戚这个关系 就是有种种步伐行为 我举几条 先举第一条 就是给皇帝齐情的状态 要递 二呢 就是控制药金 官金药金 商旅 敲诈勒索 敛钱 第三就是升官 拼命要官 炮官 同一天 他们家七个人升官 不是小官 不是直线什么小官 要官 大家 周家 跟另外一个 豪门家 两家打架 他自己不出面 三人打群架 你想想看哪 几十个人 上百个人 两个外戚跟全贵家族打架 那是个什么局面 你在北京的首都上 什么影响 优乐官看不下去 就弹劾 这人称谢 这人称谢 叫谢敬 是个主事 触及干部 杀子奏章 就弹劾他们周家 他不行啊 他外戚啊 他仰上皇帝啊 皇帝不但不惩罚这个外戚 还把这个提建的官外放 下放在外地 就更加纵容了周家的外戚 外戚的周家 从天顺开始 明英宗天顺开始 天顺 陈化 洪志 郑德家 五朝 后来才摔落下去了 这是外戚周家 酒鬼酒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明朝虽然尽力度学外戚势力 但明朝已出现很多可口可泣的外戚故事 崇祯皇帝的盲心影 面对国破将亡毅然逊 重写一曲壮烈飞鸽 但是外戚有的也不这儿 有的很自律 比如说刘家 我下面讲的是外戚刘家 外戚刘家是崇祯皇帝的姥姥家 崇祖皇帝的姥姥姥姥姥 徐太夫人 这时候七十多 崇祖的舅妈姥姥叫杜氏 知书打理 他跟他家里头这些家人和孩子们说 物家无功德 只以太后顾受此大恩 当尽忠报天子 我们刘家呀 没有什么大功大德呀 不就是出一个妃子吗 生了个儿子的崇祯吗 不就这么回事吗 那怎么办 我们心里要明白 没大功大德 是吧 说怎么办 我们平常要自律 要接忠 报效明朝 这些还算明白 就崇祯这个舅妈还算明白 这样大家要求他的子女就比较严 他这三个儿子 其中一儿子叫刘文炳 就是崇祯的旧表兄弟吧 刘文炳 因为他妈妈的教育好 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 也不那么违法乱纪 经朝交了几个朋友 一个是太学生 叫申战然 是个书生 一个不一 叫平敏 叫黄尼璐 还有一个清贵是驸马都尉 叫龚永固 就最好的三个朋友 朋友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这个人怎么样 你看他朋友大概就知道 所以刘文炳这三个朋友 申战然 黄尼璐 龚永固 这三个朋友都比较正派 学系 这么三个朋友 冲真17年1644年3月初一 这个时候 京城就很紧张了 李自成的军队就往京市打了 这时候要冲真皇帝布置守城 你看他怎么布置 布置他这个舅舅 守皇城的东华门 那个驸马都尉龚永固 守内城的冲门 不止他那个表兄弟 守外城的永定门 黄城的城门 内城的城门 外城的城门 一个舅舅 一个表兄弟 一个腹把都尉 说明什么呢 说明朝已经无人了 没有能臣武将守城门了 就到这份了 到3月16 这时候行使比较危急了 冲真着舅妈度士 听到他儿子回来报告这个城的情况 让家人用掏绳 准备绳子 套圈套着18个圈 梁子梁上吊好了 让仆人准备柴火 楼下面积满柴火 就准备外衣的时候上吊 完了架子柴火 把这房子烧了 自焚 3月18 就是明冲真上吊前一天 冲天皇帝 今集就招刘文炳 就在救表兄弟 招副法组委公用部到皇宫来了 刘文炳临走一前跟他妈说了 说皇帝找我 也可能回不来了 给他们磕头 就看见头 冲真皇帝就问了八个字 两清家丁 能相战佛 你们两家那家丁啊 能不能在李自成军队打进来之后啊 能进行相战呢 穷途末路了 刘文炳跟龚永固跟崇正帝报告说 刮不敌众 就没办法了 崇正皇看了口气退下了 看一眼之前 崇正帝说了一句话 说 朕至决矣 朕不能守社稷 能死社稷 就我崇正皇帝 朕不能守社稷 朕能死社稷 这是三月十八这天说的 刘文炳和龚永固表示 他们 也要从明朝的江山社稷共存亡 第二天 三月十九 崇正皇帝的舅妈杜氏一家 正在吃早餐的时候 突然接到家人报告 乘破 乘们已经被攻破 刘文炳的弟弟听到这以后 手里拿碗吃饭 惊慌碗掉地菜了 他妈妈杜氏一听 起神没说话 带着家人 就投还 此前杜氏通知 家人 把已经出嫁的女儿 都叫回来 所以 崇正这舅妈上吊的时候 把他叫回了女儿 儿媳妇 等等 准备那七八个 生套 就都吊死了 刘文炳赶到家里一看 他妈妈 夫人 姐姐妹妹等等 不但都吊死了 而且这时候 已经点火了 点火这楼子熊熊 然后就烧了 他说我一死 他就要偷紧 要偷紧 说我不能偷 我穿着戎装 穿着正装 不能偷紧 就说神战然 不来了 实际上说我有一个袍子 脱下来给他蒙上 就不是戎装 一头他就钻着井里走 实际上说我得回去 因为徐太夫人就冲着姥姥 藏在神战然家 我就回去炸开一下 我儿路冲着的舅舅 刘继组等等也回来了 一看 他们很多人都上吊死了 也 偷紧了 刘家男女 就冲着姥姥家 3月19这天 上吊的 偷紧的等等 一共42口 那个神战然回到家 被捉住了 王老打死了 太夫人就冲着那舅 姥姥也是悲剧结束 我前面提到那个公用雇 也是全家自分死了 黄尼璐也死了 所以整个以刘文炳为代表的 崇祯皇帝的老婆家 刘家 全家 都给明的江山社稷 同归于尽 酒鬼酒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本是同宗同元的血脉至今 却兵戎相见同是操戈 大明帝国无次刀光剑影的军事政变 究竟因何而起 敬请关注大故宫第三部 天皇贵咒 在清朝历史上 由于皇帝的平非人 均来自上级光历战 因而外戚与皇帝的关系 越发净利 外戚所能发挥的作用 越发去大 例如雍正朝的权臣年龚瑶 他既是朝廷的大将军 又是皇帝的大秀哥 他与雍正皇帝的关系 从亲命无间到反共成仇 只在一顺之间 昨日未及人臣 今朝家破人亡 年甲行衰留给后人无尽的瑕疵 清宫的外戚呢 我下面讲第三个第三 清宫外戚 我就举一个例子 来说明清朝的外戚 就是举雍正皇帝的贵妃 年庚瑶他们家 雍正皇帝做雍亲王的时候 在番底 他一个侧伏记 就是年氏 年氏的父亲叫年霞 先做了一个主仕 相当于处级 后来做了郎中 相当于居级 后来又做到侍郎 相当复部级 又做到湖广巡府 相当于省部级 事处 顺畅 年下令的女儿 就给了雍正做雍正的侧伏计 年下令的其中一个儿子 就是年庚瑶 年庚瑶早年的雍亲王府门下 出世 在康熙时候 考了晋士 做了官 到康熙晚期 参与一些军事活动 特别到西北 随黄十四子印体 福原大将军在那儿部下 康熙死 雍正丽 把福原大将军印体召回 那个印 福原大将军归谁 熟理就归年庚瑶熟 年庚瑶官做到川山总督 大将军 回过头来我再说一下年飞 年飞我总议他六个特点 其一 从晋升来看 侧府街到飞 到贵飞 到黄贵飞 一路上升 其二 从尊贵来看 雍正皇帝是一后 一皇贵飞 一贵飞 二飞 等等 所以皇贵飞只有一位 位在皇后之下 所以 当时 宫里面 仅次于皇后 最尊贵 其三 从声誉来看 后妃声誉很重要 皇后啊 没声誉 五儿五女 年飞 生育三子一女生四个孩子 所以啊 后妃啊 能够生四个孩子 在整个皇宫里很少 因为你四个孩子 大约需要至少要四年 或者要六年到八年的时间 生四个孩子 那你要在这大约七八年的时间 一直受皇帝宠幸才可以 所以 年贵飞生三子一女生四个孩子 说明她是受宠幸的 其四 从患病来看 年贵飞病了 雍正皇帝亲自关心 让人找御医 给年贵飞治病 年贵飞病重了 雍正特别嘱咐 嘱咐什么呢 就是册封年贵飞为年皇贵飞 整个三礼 按照皇贵飞的礼义来说 其五 从评价来看 怎么评价这个年皇贵飞 雍正皇帝是真的动得心了 他说年皇贵飞一贯的 小心敬慎 宽厚和平 特别是能跟他说心里话 说年贵飞啊 能暂相内政 在家里面 也是重要事情 他们可以交流 可以一块儿抬 这是不容易的 其六 从身后看 就年皇贵飞死了后 是个什么情况 雍正皇帝是绰朝五日啊 五天没让着啊 为了皇贵飞的这个哀痛 一个飞子死了皇帝五天不上朝 哀念这个飞子 这也是不作见的 从以上这六条来看 年贵飞啊 的确是受到 用这个皇帝重兴的 那么他这哥哥呢 年庚瑶呢 下面说说 年家兴衰 兴 年家是跟了皇贵飞兴 衰 年家也跟了皇贵飞衰 皇贵飞死了一个多月 年庚瑶的案子就发了 原来用正皇帝对年庚瑶是信之有信 用之有用 讲几个故事大家听一听 年庚瑶在西北 雍正皇帝派人 给他送什么呢 鲜荔枝 鲜茶叶 还送文丸 雍正亲自踢了十扇子 送给年庚瑶 雍正喜欢的叫三鸠燕 派人送给年庚瑶 鸟枪啊 自鸣钟啊 等等 特别是啊 这雍正喜欢一个文丸 特别喜欢 内务福造办处造 同样造了四戒 自己留一戒 给舅舅隆克多一戒 给义亲王隆祥十三二哥一戒 那一戒给谁啊 就给了年庚瑶 就是雍正皇帝自身之外 三个人 一亲王瑞祥 舅舅隆克多 还有大将军连个瑶 在一个朱匹里头 新记透露出来 朱匹说 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之余榜样 令天下后世千目留贤 就是你 年庚瑶我和你啊 我们俩做个千年君臣恩于榜样 让后世千年万年 看着我们这个关系啊 都缠着刘哈喇子 那么羡慕 这话就说到份上了 但是啊 半君如半虎啊 喜欢的时候啊 什么好话都说尽了 什么好东西都送给你了 翻脸的时候啊 就又一说了 怎么翻脸了 就是年庚瑶牌马屁啊 给雍正上了一个一章啊 其中有四个字 西涕招千 西阳那西警涕那涕 西涕招早上起的早朝那朝 千千龙那千 西涕招千 雍正揽奏以后 龙颜大怒啊 说你年庚瑶那右翼的颠倒啊 招千西涕 你颠倒过来 西涕刀千 称何体统啊 我查了 这出在周一千 说 君子终日千千 西涕若立无咎 这话典故出在这儿 意思呢 君子啊 中日整天啊 要千千 要自强不习 习替若立 晚上啊 你要自律自身 无咎 这样可以啊 没有灾祸和过失 所以常说 招千习替 他倒过来说 习替交接 也不是不可以啊 也可以 你就是这你批评 你以后注意 那么这样呢 那就是 这就叫小题大做 也叫做借题发挥啊 抓回来 就把田庚瑶啊 大将军呢 抓回来 乌鲁宣判九十二条大罪 当杀 皇帝开恩没杀 让他在监狱里头自尽自杀 原来是军臣千年难得的机遇 一朝就在监狱里 九十二条大罪自尽 年庚瑶死了 儿子年妇杀了 父亲和哥哥的官免了 乌满十五岁的 儿子发送到边外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雍正为什么要杀年庚瑶 主要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是雍正夺位不正 年庚瑶之底 我杀了你 灭口 狡兔死走狗棚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雍正皇帝得位是正的 由于年庚瑶教宗罢夺的时候 总督巡服跪着地下迎接他 蒙古王俄妇等等 见了年庚瑶就要跪着来说话 年庚瑶虽然是晋世出身 历史学了还是不够 还没看看人家当年徐达 做到那么大的份上 凯宣的时候 低调来处理 回家地门邪课 他到了北京啊 那郊区里头啊 大人啊 要跪着接啊 你不就是一条皇帝的拳马吗 你这么白仆 功高震竹啊 威蝎了皇权 永定要狠 杀了 下一讲 天皇贵咒 谢谢大家